来我一把 怎么样 我这个刀客身上还不错吧 速度和力量都还行 果然是个刀客 我说你剑刀也不帮忙 按职业规则叫不作为 说严重了就要剑剑杀人 感觉你是个不喜欢 女人帮忙的人啊 行 不愧是心理医生 把别人的感受 看得比命还重 真是怕你死了 这不可能 关键死了谁给你验尸啊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 我看你 别再挣扎 告诉你一下 现在是凌晨十二点 很失望吧 本来打算在此之前上了郑小丘 但现在已经是十月十号了 你的计划夭折了 你们现在应该很急吧 不急 咱慢慢聊 先说说你跟乌忧是什么关系 不对吧 你们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 齐总别在那吧 这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齐总编我们已经找到了 齐总编 齐总编 快 齐总编一直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你带走的 不过是他的手机 而且 齐总编根本不是你下一个目标 你是利用他 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调火离山之计 你 总编 来 我给你加点水 哎 好 总编 给你放这儿了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李姐 李姐 东西先放你这儿 我上个厕所啊 谢谢 总编 估计都急了 好 我先走了 好 齐总编 不好意思 我上了个厕所啊 好 好 齐总编 不好意思 我上了个厕所啊 你开着车一路向前 你开着车一路向前 把车停到了路边的一个公寨 你开着车一路向前 一直开到了一个破旧的仓库 你这么做 无非是想给我们制造一个完美的GPS路线 让我们误以为齐总编是在公厕逃跑 喂 喂 110吗 我是报社的司机 我们齐总编上个厕所 然后人就找不到了 对 在公厕的旁边 你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 无非是想 让我们误以为你下一个目标是齐总编 又是我们全力地追踪齐总编的GPS信号 而此时的你却已不按人的身份 拿着所谓的遗漏物证 来到公安局 以寻求和郑小炯接触的机会 好一个调步离山之计